第15题 下列各化合物资0.5大M水溶液同体积混合后 哪一组不能导电 水溶液不导电就表示是非电解质 选项A 硝酸是电解质 氯化纳也是电解质 虽然这两个东西不会反应 但是呢 它就是都是电解质 所以水溶液可以导电 选项C 这个C2HOH 是所谓的酒精乙醇 它不导电 但是氢氧化纳是水溶液会导电 所以混合在一起之后 仍然是可以导电的 因为氢氧化纳会导电 那么选项出这里一个硫酸 这里有一个氢氧化纳 这样叫做酸碱中和 酸碱中和之后 它会产生所谓的硫酸钠 那么这硫酸钠也是电解质 所以它也是会导电的 那么所以呢 这是都可以导电 只有选项B 这个C2HOH OH这个叫做所谓的乙醇 也就是所谓的酒精 是不导电的 C6H12O6 这个是所谓的葡萄糖 葡萄糖 它也是所谓的不导电的 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要各位背过 有两个东西会溶于水 但是水溶液不导电 不是电解质的 就是所谓的乙醇跟葡萄糖 所以这一题不导电的东西呢 应该是所谓的B 所以第15题问我们说 哪一组不能导电 我们答案选B C2H5OH加上C6H12O6 就是所谓的酒精 加上葡萄糖 然后 感谢观看